三位长相帅气的型男出现在台北电台的露营室里 原来是刚获得消防局最高荣誉金龙奖的杰出消防员 还有训练教官在消防节前夕来到台北电台中 分享他们从事消防工作的点点滴滴 担任分队长拥有16年资历的郭乃成 参加过许多救灾工作 其中复航空难更是让他印象深刻 复兴航空空难让我们消防员 真的是可以感觉到史无前例的一个无力感 因为我们台北市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型的灾难 而且是第一次的那个民航机 坠落在我们台北市的辖区里面 跟我们以往受训的经验是完全都不同 所以现场救灾人员变成要很多时候要随机应变 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台北市消防局也因为这个空难之后 有增加了很多的训练项目 比如说破坏器材的操作之类的 都有帮同人在做加强 目前担任内勤工作的杨峰坤 因为长相帅气 不只担任过公益活动形象大使 更有婆婆妈妈主动想要介绍自己的女儿给她认识 那曾经就有一对就是妇人 然后就曾经走过来 那我在刚好在消防车旁边 她就走过来说 先生不好意思请问你在哪一个单位服务 我说没有我就在附近什么什么单位服务这样子 她说因为我女儿刚从美国回来 然后我想介绍她给你认识这样子 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其实消防工作很多就是很辛苦的一面 但是也会遇到很多乐趣这样子 101年就得过金龙奖的黄胜宇 则是曾经代表台北市到日本协助311赠栽的搜救勤务 扎实的体能训练也让她保有健美的身材 体能训练方面的话 如果在救助队期间的话 她每天至少是1万公尺的跑步开始 然后当然有不同的重量训练 然后再来就是从早上8点开始 就有不断的4个小时的技能训练 然后在下午也是接了4个小时的技能训练 然后晚间的话看课程的安排 有些会有夜间搜索的训练 或者夜间救援的训练 所以她的训练是蛮多样化的 我是乃晨 我是风坤 我是盛宇 我们有消防勤男 消防猛男 我们也有救災英雄 想听到更多型男的艳遇 猛男的养成计划 以及救災英雄的救人事迹吗 请锁定FM93.1 AM1134台北股电牌 在119消防节早上8点钟 小鱼主持的早安台北晨 给您活力与朝气的台北早晨 等你哦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中佳有线电视 熊精彩